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西瓜 我又来冲击猫版了 没想到第一局库博我就输了 没想到第二局又遇到了他们 那这一把的话就是我的一个复仇之战了 对面是搬了库博跟输了 那这把的话我就打天使探姆了 我也是改了一下天使探姆的一个按键 操作上的话是舒服了许多 现在的天使探姆确实是很强 这把就让你们看看恐怖如实的天摊 记得给个点赞啊 我们进入游戏 地图是夏日游轮来到电院拿第一块键 然后去餐厅拿第二块 最近也是看我前面一期出的天使探姆的那个视频 大家一直都在讨论这个强度 那我也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他的强度主要是来源于他这个武器技能的CD太短了 身为一个猫玩家呢 我还是要说两句的确实是这个强度过高了 要知道他的技能才五秒的一个CD 然后就五个道具 而且如果你弄道具的时候会用道具键去取消他的护摇的话 差不多一秒就能发两个道具跟个机关枪似的 非常的猛啊 而且这些道具还能穿模还能自作瞄准啊 一技能的飞行抓机械鼠也是非常好的 这一把的话又是打了两个机械鼠三个经验 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局啊 这一把开局就把隐身给喝了 然后直接飞起来各种道具乱砸 把他的洞给破掉 全部道具都是用的自描 没有自己瞄准啊 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数量 而不是一个精准度啊 这一招叫做乱拳打死老师傅啊 因为这个技能的CD太快 这个机关枪又来了 直接一刀带走 玩天使汤姆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火箭直接给拉过来 因为你自己手板的话是非常的困难的 如果大家手里抓着老鼠没有起飞 那就直接起飞 按住这个爪刀 一般的老鼠都是跑不了的 只有那个什么罗宾汉的降落伞啊 像国王的秒开的盾啊 像这种秒开的技能才可以躲掉这一招啊 他们这个救援速度还是很快的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这个队伍是很强的 直接飞起来去追他们 躲下一个冰块 一排排中 一个道具继续道具 直接秒定两个 这就是一个机关枪的实力啊 现在这种比较混乱的局面 我们就直接召放火箭就好了 把音乐家这个冰块冰中之后 那这一波的话 他只能救下来的 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带着知识卡吧 我带着知识卡是 知识 晕博 熊熊 细心 哥 猫叶啊 这个鼠板队伍就是这样 每次过来救援的时候 总有一个人打拦截啊 就你永远都卡不了 他们的五位后摇 就我这个机关枪 你怎么躲啊 还有刀呢 这个短刀CD也是很快的 这一局天使汤姆 我打的还是相对于比较随意的 因为他和天使汤姆 抓机会的能力特别的足 所以就随便上火箭 这一波又是换了一个火箭啊 来 天使汤姆玩起来是真的很快乐啊 这个道具太多了 万非好吧 这些道具 虽然说这个字苗的话 确实有一点拉胯 但是胆不住这道具太多了啊 对吧 五个道具就一个道具 那我已经满足了呀 直接不板 我这板火箭的频率太快了 对面都没有一个五位的 根本就跟不上好吧 五位的CD 你隐身是吧 这道具扔的太多了 到处都是碎片 老鼠打的是非常的难受 你看这边是踩了个夹子 一个蓄力的东西直接带走 这边想招火箭 哎 它是掉下去了 哇 最后时间是没有了 那没关系 我们直接手板吧 这边它是没有人手的 换了 直接手板 这天使汤姆这道具 丢的太多了 打两把车 我这手都酸了 好吧 一直都跟那按 侦探还在当中我的命中 一拍 哇 这一拍没拍到啊 呃 没关系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尸体 抓起来直接摆秒飞就可以 嗯 很是舒服 又是一通乱按之后 这个侦探又是被我们带走了 哎 反正它这个道具就是 频率太多太快了 有点像以前的那个牛仔 他5秒的CD弹弓啊 非常的猛好吧 就一通乱射 就直接没了 这个就一顿乱丢道具 也是直接没了 哎 这一波的话是侦探的一个新生班啊 你可以看到罗飞是在我面前了 已经没有人救援他了 不过没有关系啊 这把我们怎么打都是怎么样 对面才突然两块的啊 已经放飞了两只 哎 侦探又是采了一个夹子过来一拍 一刀直接带走 那直接召唤火箭过来板上 一个罐子 这个罐子没中完 一个转机是直接把我从天上转了下来 那这一波他就成功的救下了队友 跟着他是来到了厨房 两个道具是把他给带走了 你看我这个钱都八千多了 其次的话我一直在用啊 比如说买了远次啊 买了护盾啊 买了牌子啊 我都买过啊 但是我身上这个钱的话是根本用不完呀 懒得走了 发现侦探医生过来准备救援 是乱轮道具加开钱 两钱直接把他给带走 铁血都没有 那我们就直接把火箭给拉过来 天使他们玩起来还是比较欢乐的 我们下期再见吧 一方老鼠